五知主人心愿是天下太平 只要主人想做的 五定将全力以赴 食言三千五百年前 一颗拖着深邃蓝芒的巨大金石 划破天际 降落在遥远东方国度 一个叫须陵山的风脉上 五百年间 金石蕴含的能量改变了大气 也改变了天地生灵 亘古不变的天则秩序 一个个俗体环缠 到主动身上没来 几百年了 也没有个像样的对手 还是个花容月貌的小将子 太迟了 瑶族地界定会重归我 人族孤独 原来不过梦一场 原来不过梦一场